大家好 今天久违的下雨 凌晨下的雨 然后我们这边倒是蛮凉快的 这两天有个邮箱 就是怎么说呢 邮箱中文的含义就是润在意大利上 然后我还真的收到了两个听友的来信 一个是在塞尔维亚 想到意大利来留学 我其实还没有回复他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回复 因为我不知道他具体情况 他一个50多岁的一位大叔 他也打算直接到这个意大利 说是怎么过来好 我觉得以他的年龄的话 不太容易 不太容易 昨天小红封有一个人私信 就是问他没有医学背景 能不能到意大利来申请这个护理专业 可能我之前做的视频 可能他看到了 是这样的 他原则上是需要你有护理专业的 尤其是这个 比如像咱国内大专那种 以前不就是 有大专的到这边重读本科 本书连读 读医学的 他是临床的 人家那就有医学的专业背景 他入学啊 包括什么的都挺容易的 包括参加活考 你护理专业也同样如此 但是呢 如果你没有的情况下 在原则上是可以报的 预注册可以填写的 你也可以去申请的 但是你要有相关的这个证明的 你从事过这个专业也好 或者对他 你为什么选择这个专业 你要有个动机 他是要有动机性的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还有一个叫做参加国考 国考的话 人家说考多少分 怎么能考过 怎么样 那就拿教材自己硬科吧 那只能是如此 考多少分 一般护理专业 其实对于我们 中国学生 报护理专业 他真的不多 如果可能给这个 马可波罗计划的 学生就给你一个名额的话 但是呢 成好就是你报 你报考 而且你没有医学背景 你考试呢 考那个国考 也考的一般的情况下 他也肯定是录你 这就是我们 卡罗瓦大学的原则 卡罗瓦大学的原则 就是他录你 就你一个名额 不管你考多少分 他也能录你 所以说呢 我也希望用这个视频 来告知他 因为我给打字太多了 而且有时打字 我这倒是组织不好 这个思路了 这是一个 今儿看了一篇文章 一篇文章 我觉得属于叫 伤感文学吧 这个文学分很多种 你不能听天的 都是一片祥和喜气 那个都不用他去写 有的是人争相去写 但是我佩服的就是 他能 深挖到一个个的实力 一个个例 包括各种事件 他给你窜在一起 折射到每一个人的身上 就像时代的伊丽莎 落在每一个人身上 都是一座山一样 我很喜欢他的手法 他那篇文章写的 真的挺长的 然后能贯穿的都贯穿了 其实他里边有一段文字 我感触挺深的 就是当初我也是 也别说当初了 三四年前 我可能还是一个 粉红 粉红啊 就是因为 受到了这个社会的毒打之后 你才知道 哇 感情是这么回事 感情不像你想象的 这么不托邦 感情不像你想象的 理想当中的这么完美 而且你被这个 制炉的铁拳呢 是那种 轻灭的那种摩擦 现在不是说 有摩擦性失业吗 我是属于这个 摩擦性的羞辱 轻灭 所以说呢 我才觉得 我要做一些 我自己的事情 我敢同身受的一些事情 去发布在这个视频上 因为这个抖研号 还丢失了一个 包括现在前两天 前几天 我们这边 这个学生社团呢 还在挑衅 在群里发一些东西 然后我朋友告诉我 然后他生气了 他说 这怎么能诬蔑我们呢 他就要找他 跟那个前 我们这个前一任的 这个学生社团的 化石人联系 那个人也在国内了 这也没办法 我招生现在是我 不太意 有这些经历 能分布到你的身上 我不之前告诉你 我包括告诉你们 上一任的化石人 也包括我之前跟你也说过 这个招生结束了 你等我招生结束了 我呢一般是 转一年的春节吧 春节到 六月份 这之间 我呢会主动找你 每年都是这样 你看你今年 也能感受到了吗 对不对 你今年算是你第一年吗 是不是 你能感觉到 往年也是这样 所以说呢 你要现在进攻呢 你随便 你要现在你想怎么样 你先随便 我也没精力去弄你 等我们之后的 细水长流